总统府等四个宪政机关针对立法院职权行使法43条 刑法141条之一 共44条法律 申请试线 内容关于听取总统国情报告 听取行政院官员报告与质询 人事同意权 调查权 及听证会 藐视国会罪等五项 宪法法庭 经济判决部分违宪 违宪部分包括立法院听取总统国情报告时 无指定国情报告内容之权 义无就其国情报告内容 对总统为询问 要求总统答复 或要求总统听取其建言之权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十五条之一第二项 第三项第十五条之二第一项规定 及同条第二项关于 就其职权相关 至国家大政方针 及重要政策议题 规定部分 即第十五条之四规定 其立法均于越立法院宪法职权范围 抵出宪法权力分立原则 均自本判决宣示之日起 施其效力 国会改革视线案 结果我没想到 像民进党反过来批评 说立法院花了186万打这事件官司 而且他有去强调说 他们四个申请方只花145万 好像是我们在业党花比较多钱 但好像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尤其是还被抓爆帮忙打官司 这个太衡律师事务所 不但老板就是过去帮太阳花打学院出身的 甚至在过去一年半 从2023年到今年2024年 至今已经接了破千万的政府标案 那年先前这个莱猪的事件案的当时 他们也是唯一投标 唯一得标的 那这个所谓的律师事务所 根本就是民进党长期圈养的 这个所谓的御用律师事务所 想请教董事长 你真的去查一下 不止一家 有好几家律师事务所 都是民进党长期使用的律师事务所 而且律师费都很高 把它整个加起来看 看看民进党政府一年出了多少律师费 NCC出了多少律师费 NCC官司也不少 对不对 它编了多少钱 NCC编了上千万的律师费 就是说民进党这个指控是很无聊的 为什么 本来一毛钱都可以不必花的 你不去释县 不是就不花这个钱了吗 不是你去释县吗 使作用者不是你吗 你应该去释个县 对不对 然后搞得劳势动众 浪费大家时间浪费司法资源 不是民进党不是你搞出来的吗 你要去指责别人 你这是无聊透顶 那至于律师费 当然每个人收的费可能不同 像我看一下立法院的律师费 有一个就特别高 其他也不高 其他有的24万 掌柜美月清元30万 还好了 因为他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去准备资料 另外就是立法院 他蛮重视这件事的 因为立法院一定觉得说 如果实现 如果他通过法案被大法官打脸 虽然大法官不公正 大家对大法官也不期待 什么好的结果 公正的结果 说什么希望跟奥运裁判一样 公正 那是笑话 那是故意讽刺大法官的 但是对立法院来讲 他总是希望 能够尽量把该说话讲清楚 所以立法院的压力是很大的 那他是防御 他必须要抵挡你们四大机构的攻击 而且这些其他机构 平常他都有很多律师诉讼费 你比比看好了 立法院一年花多少诉讼费 你其他行政院一年花多少诉讼费 你比比看好了 我看立法院连行政院十分之一都没有 这一次的时间 真的非常的难得 在三党不过半的情况下 真的才有可能推动这个法案的通过 每个政党有自己的私心 当然他在执政的时候 都不希望受到监督 这就是刚刚国商委员所说的那个部分 那在这一次这么难得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回过头去思考 民主到底是什么 其实民主这个就是民众 由人民来做主 所以说由人民所选出来的代义室 去监督行政权 这个是世界各个民主国家的常态 而且每个国家民主国家 他们的国会本来就有权利去监督行政权 那我们从来都不了解为什么到台湾来 这个反而变成是一个 有没有违宪的讨论议题 那在这一次很难得我们让这个法案通过 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大法官最后能够做出 核宪的判决 我相信其实有关国会取得这些权限 我从头到尾我都不认为 这个是对于过去的弊案 去把它一个一个挖出来 去报复性的去找过去那些人 我一直认为国会改革真正的核心是在于 我们要给将来的子孙 创造一个清廉的政治环境 让国会取得一个监督行政权的权限 让将来的行政权 不敢再爆发像过去那些鸡蛋 口罩疫苗武器采购等等的弊案 要让国会有强而有力的调查权 听证权来好好的监督这个国家 这个是对未来子孙 我们要为他们做的 绝对不是把所有的重心 放在过去的截壁 过去截壁只是一个反射上的利益 真正要做的是为我们国家的未来 我想推动一部法案 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 而国会改革法案 其实就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 这个情况之下能够顺利推动 就如同刚刚黄委员所说的 国会调查权的法案 其实早在二十年前 当时大法官就认为说 这个法案是重要的 但是必须要法治化 那么到了中国国民党 还有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办法能够推动这个法案 那么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刻 而且我们确实也很努力的通过了这个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呢 基本上就是要维护人民知的权利 让立法院能够有更强而有力的工具去监督政府施政 那么让人民可以多了解到底政府在做些什么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立法院的机关代表和诉讼团队 我们其实都全力的去捍卫我们的法案 那么并且说明当时的立法理由 以及呢也对于申请机关 他们所提出来的质疑 我们都做了这个清楚的回答 那么当然也希望大法官能够真的维持过去 一致以来的解释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机关申请 宪法诉讼当没有出现具体争议 而只是幻想式的觉得好像他们未来会受到 权限的侵害的情况之下 在过去大法官是不会受理这些机关 所申请的宪法诉讼的 那么也希望这届的大法官 他们可以依照过去他们的这个向来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呢 那么宣告就不受理申请机关所提出来的申请诉讼 我国是五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国家 这也是我国宪政体制的设计 所以当五权无法制衡的时候 其实倒霉的就是人民 那我先补充刚刚律师所提到的就是毫无失知讨论 但我们这一次在立法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经过了一场专报 两场委员会审查 三场公丁会四次的协商 民进党发言的时间总共是1068分钟 所以所谓的没有 这个是大家没有办法取得共识 并不是没有实质讨论 这部分说代理人可能有所误解 有关我国这次 有关这次大法庭认为的 暂时处判的裁定的部分 我们认为说裁定有提到 行政院对立法院只负政治责任 不负法律责任 事实上这个部分是有问题的 因为政府官员在政策错误上面 都必须因为需负上政治责任而下台 如果他还说谎造假的资料提供 难道不用负法律责任吗 更何况对于造假资料提供或 说谎的官员的处罚行则 这本来就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常态 为何到我国来就完全不一样 更何况数位身份证计划 后来不执行政府要赔2.8亿 等于全民要买单 国会要了解钱怎么花 但是行政机关却只给筛选后的少数资料 资料内容还大量的涂黑 请问一下拿不到资料的 完整资料的计划 国会要怎么监督 我们代表人民的眼睛 但却什么都看不到 另外财定有提到 朝野造成冲突 对立是对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重大损害 但是朝野对立本来就是民主国家的常态 不容许第二种声音的国家 这个才是一个极权国家 台湾现在是不是正朝向极权国家在前进 最后对立是谁造成的 我国宪法本来就有授权总统在五院 发生摩擦时可以出面调解 但是总统却直接说他不会出来调解 甚至还说 如果不满意大法官的解释 清凉会再飞出来 这民主国家总统直接下令群众运动 这真的是非常的荒谬 最后我还是希望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代义是要替人民去监督政府 这本来就是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状况 可惜啊 民主国家该有的状况 到台湾来却变成要讨论 唯宪与否的一个问题 最后我是希望 请尊贵的大法官能记得 我国宪法第一条非常的明确 说明我国是民有民智 民想的民主共和国 也就是我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谢谢各位大法官 民主公司的民主公司 明明それでは 您的日子